在台灣島的東南外海 有兩個被海隔絕的美麗小島 那就是綠島和蘭嶼 綠島位於距離台東是33.34公里的外海 面積約16平方公里 為台灣第四大島 說起綠島 大家都會聯想到這裡是大哥的故鄉 怎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從日據時代開始 島上就設立監獄 由於四面黃海不易逃脫 所以這邊更專門囚禁重刑犯 或是戒嚴時期的政治犯 並限制一般人民進出此島 不過戒嚴時期的重重限制 也並非一無是處 綠島這個間距熱帶氣候 與火山島嶼 雙重自然背景的海上浦玉 也才得以保存其原有風貌至今 嶺峰陡峭的嶺海山崖 形貌多變的海石柱 柔美如櫻的台地草原 潔白無瑕的珊瑚貝沙灘 配上藍天碧海 蒼翠山巒 構成一幅絕美的風光 另外 雖然觀光業沒有綠島發達 但仍然深具特色的 那就是達悟族的故鄉 蘭嶼 蘭嶼位於台東市東南方90公里處 剛好位於台灣與菲律賓的中間 是台灣第二大島 面積約47.31平方公里 僅次於澎湖 蘭嶼全島山脈連根 芬蘭峰突起全島中央 海拔548公尺 為全島最高峰 而芬蘭峰以前稱作紅頭山 全因為它的外貌而起 上路至海濱200至300公尺至斜坡地 為本島人民居住及耕作之精華地 分島海岸曲折與山蘭相得益彰 構成美不深受的奇幻島嶼 然而綠島更藍雨 在地質上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這必須要從很久之前說起 中興市早期 也就是距今大約2000萬年以前 古南海板塊向東南引墨至菲律賓海板塊之下 引發了島湖岩漿活動 在菲律賓海板塊的西園 生成了一系列的火山 被稱為雨宋火山島湖 中興市晚期 距今大約五六百萬年以前 雨宋火山島湖的北段已大致形成 這就是現今的海岸山脈 而東南海域一系列未碰撞的火山島鏈 像是綠島、蘭嶼、小蘭嶼、巴丹島與巴布燕島 也都屬於呂宋火山島湖之一 也就是說 如果將海平面下降個一兩百公尺 我們將發現 綠島蘭嶼這兩個島 是與菲律賓的巴丹群島、巴布燕群島、 呂宋島相連在一起的海底山脈 我們稱之為蘭嶼海籍 蘭嶼海籍唯一火山島湖 往南可以一直延伸至菲律賓東北的巴布燕火山湖 蘭嶼海籍露出海面即為綠島、蘭嶼和小蘭嶼等島嶼 現在我們知道 蘭嶼是個古老的火山小島 而它的地質則以安山極快岩為主 由四周海岸海拔50到70公尺之台地 並被隆起的珊瑚礁所包圍 因而形成群礁的地形景觀 尤其山地周圍隆起的海岸 特別雄偉壯觀 有時海岸垂直近高達200公尺 形成微微奇觀的天然奇景 像是鱷魚岩與坦克岩 皆是火山極快岩構成的獨立岩 早年自母岩崩落於珊瑚礁群體中 因珊瑚礁不斷成長 將極快岩體包覆其中 蒂克隆起後露出海面 經常年海時風化形成獨特的外形 前者類似一個鱷魚頭 張大嘴巴昂首向天 後者像一部正在搶灘上岸的坦克車體 就只差一根炮管 而綠島特殊的地質地形更是多樣 像是其中有個龍起珊瑚礁 因為常年受地下浮流水侵蝕 而形成的類石灰岩洞 名叫綠島觀音洞 洞中有小規模的中鱷石與石筍 其中一座壯士觀音作像 因此以之為名 還有因為東北季風強烈 風浪大 而容易形成的海石洞地形 甚至有的已經被穿透而變成海石門 像是睡美人岩、龍門岩等 綠島的礁岩常年受到風化及海浪侵蝕 其造型相當特殊 整座島嶼是個絕佳的地質公園 島上最高處雖然只高出海平面僅280公尺 但如果自東邊的菲律賓海盆地底算起 則高達4000公尺以上 比玉山、富士山都還要高呢 再加上島上最有名的昭如溫泉 可是全世界唯一僅有的三座海底溫泉之一 由於綠島以及蘭嶼在地質上的特殊性 近年來常有各國的地質學家 特別來到綠島以及蘭嶼做考察研究 下次如果我們再到這兩個島上遊玩 不妨可以注意看看這兩個島 在地質上的相似以及相意之處 再對照當地所賦予這些奇景的美麗傳說 相信一定可以讓旅程增加不少樂趣 也可以增長不少知識喔 綠島跟蘭嶼這兩座美麗的島嶼 是大自然賜給我們最棒的資源 也是生在台灣的我們永遠的驕傲